大家好,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跟大家見面交流 那確實因為當時一句話就答應了,可能就是老婆被影響了 一看到就都好 但是也是因為其實我們從WCIP的時候就一直互相合作 然後也可以看到說一直對於就是 我剛剛才聽我們在後面休息時聊天的時候聽了一段 這個應該可以quote你了 對,就是說幫助提携後勁的時候 他不是用一個傳統意義上投資你有一天要還我錢的這個做法 他都是跟年輕人說你有一天賺錢的話 那其實要用來先問有沒有孝敬父母 然後有沒有對社會有貢獻 所以這個我們有一個專業叫SROI 就是不是Financial Return of Investment 是Social Return of Investment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值得支持 非常支持大家這樣子一代一代 我想把這樣的Social Return of Investment概念把它傳下去 所以今天是很高興跟大家在這邊互動 謝謝 謝謝 那麼在這裡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等一下我們今天互動的流程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其實是在各位來報名的時候 因為大家知道想要見唐正偉的人 全台灣大概超過兩千三百萬人 大家都想見 所以因為實在太踴躍了 我們只好先開放網路報名 所以各位其實在當初網路報名的時候 都有提交過問題了 哇這些問題五花八門 有一些都是我也好想問的問題 等一下就會一一的幫各位來問出來 那當然我們還有第二階段的提問 大家都看到剛在進場的時候 我們都有顯示那個QR Code 會場的兩邊也都有貼 這個slide的軟體 等一下你線上發問的所有問題 正偉都可以看得到喔 正偉會親自他本人喔 他現在就出來這邊喔 他先等一下親自挑選問題來回應你 所以想知道你的問題會不會被選到嗎 趕快這個slide裡面有問題 趕快就要等一下趕快來問喔 所以說我們現在就先進入我們的第一個階段 但就是我們之前在網路上有蒐集的一些問題呢 我就就一些比較重點是代表性的問題 就一一的來詢問喔 那我們請兩位魚團的貴賓準備好要接招了嗎 好的 好 那麼第一個問題呢 首先我要先請教的是 由我們這一位是一位同學 翁翔君同學所發問的 對於台灣科技人才的短缺 今天請問正偉有什麼看法 是不是每一個人都需要學習城市語言呢 其實台灣的科技人才喔 尤其是數位科技相關的 但是也有泛科技的各種人才 質量一直都是非常高的 那質量高的意思就是全世界都要 全世界要的意思就是很多人出國啦 那但是今年當然就是比較特別 所以很多人回來過農林年然後就沒有很想出國了 然後也發現在台灣機會蠻多的 甚至是來台灣遊山玩水的人都因此發現 我們有一個就業金卡 他可以當場把他的觀光簽證變成可以擺三年 還有健保的那樣子一種就業金卡 最近總統好像要發出第一千張了喔 那去年好像還不到一百張 所以可以可以 對對對 現在現在要 怎麼樣發到兩百張喔 那現在現在是就一千張了 就是說今年改變非常多 就是在以前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全世界的科技人才 他不會想說我要來台灣發展 他是被公司派了 就是在我們今年的情況下 因為台灣又安全 然後發現說 大家如果自己是在矽谷或在什麼地方 反正也是得關在家裡工作 在台灣你只要忍受14天之後 反而你可以去咖啡廳 你可以去看電影 可以做各種各樣的事情 所以很多全世界的科技人才集中到台灣 所以我們短期之內 這個短缺的問題好像獲得一些緩解 那不過長期看來 當然這個疫情不會永遠都是 只有台灣跟南極這麼安全嘛 那所以我們接下來還是要 未來去進行一個打算 那未來進行打算呢 我自己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確實我們會看到說 像我們我是寫軟體的 那我們那時候沒有叫軟體工程 我們都叫城市設計 凡是他的名字叫設計的 那他的這個性別比例就比較均衡 不管是在大學裡的faculty 還是願意選這個的高中 或者大學的學生 那但是呢 如果是叫做工程的 那就不一樣了 確實就是女性的參與 就比較少 那其實到就是小學國中的時候 看起來還沒有什麼 但是到大學的時候呢 就會看到說 可能因為faculty裡面 就是教授的性別比例失衡啊 等等的原因 所以到最後就是 真正把它叫工程的這些應用的 技術的等等的人才裡面呢 目前按照這個 勞動部跟教育部的數字 女性的比例還是只有 大概22% 23%左右 在大學的這個階段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們如果可以把這些就是半途 不管是因為它沒有 role model 或是沒有好的這個 就是incubation period等等的這些 抱歉喔 在這邊呢跟各位之前一下 一定是唐振偉的腦波太強了 我的麥克風跟他換一下 我腦波比較弱 不好意思 我不會受感到 我先用這一支好了 對 所以我們馬上就可以想到說 那如果我們就是 在國中或者高中的階段 對發展科技 尤其是工程相關的感興趣的 就是女學生 在大學階段或她出社會的時候 沒有轉向就是別的事情的話 那其實我們這邊的科技人才短缺 立刻就會獲得一個很大的一個環節嘛 意思就是說 就立刻在 本來可能是就是只有22% 如果這個20%能夠變50% 但是不是說 就是要說服男生都去不要搞科技 還是把這邊的人力不上來 那這邊馬上就成長幾乎快要到一倍嘛 那這樣子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是我們接下來的未來兩三年 尤其在人才政策上面 這個就是性別平等的這件事情 是非常值得推的 那這個我也了解到就是 就是就是讓這邊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那第二個部分我就比較簡短回答 其實每個人不是都要學程式語言 但是大家都要學著去用運算的方式去思考事情 這叫computational thinking 就是說有些事情呢 我們自己做的時候以前都有一些講法 叫什麼吃骨當吃骨啊 什麼不合理的叫磨練啊 什麼之類的這種想法 可能大家現在因為很年輕 可能都沒聽過 我們那一輩都有這種講法 所以但現在應該不是這樣子 現在應該是說 輸到用時隨便找啊 或者是說應該是這個 只要這個找得到人形工具 就不用找工具人啊 什麼之類的 意思就是說 就是不要覺得說 好像你要默默忍受一些重複的一些事情 你知道能夠把這些事情的spec 就是它要求你輸入什麼 輸出什麼 中間其實並沒有跟人互動的部分的話 那這部分你在做的時候 會覺得自己很像工具人的部分 現在幾乎都有工具可以幫你做到 那你要的其實是把這個spec 寫清楚的能力 而不是你一定是自己寫程式去完成它的能力 你spec如果寫得清楚的話 有非常非常多現成的工具 可以幫你把這部分的事情做到 你就可以節省時間 而且像離風險 而且多一點時間跟其他人互動 那這個是所謂運算思維 computational thinking 謝謝 謝謝政委 謝謝 剛剛從政委的發言 大家應該都有感受到腦波很強 已經影響到我們麥克風的發絮 所以我的腦波比較弱 我就來拿這支 但我發現正常 對 所以這都是腦波在控制的 接下來第二個問題呢 要請教的是舞台上的兩位 都是很優秀的人士 我們要請教兩位 是如何這麼超然 但是又有這麼有智慧的哲學的素養 請問兩位遇到困難的時候 怎麼樣面對處理 有沒有感受過負面的情緒呢 我們是不是先請唐正維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其實我很喜歡一句話 是一個叫做Bachminster Fuller的一個發明家說的 他說 如果你覺得現有的這個系統啊 讓你很不舒服 你不要去挑戰它 不要去攻擊它 不要想著去改變它 你只要做一個新的系統 然後讓舊的這個就不去用就好了 讓大家都覺得舊的是不好用就可以了 那所以就像麥克風嘛 我當場剛剛沒有把麥克風拆開在那邊秀嘛 對不對 我們就直接換了一支新的麥克風 你看果然問題就沒有了 那舊的那個麥克風呢 也是物盡其用啊 它在就是腦破不同的人那邊 看起來這個適應的狀況也相當的良好 所以有的時候 並不是說你要一直去對抗一個舊的體質啊 這個去撞牆 完全不是這樣子 面對困難的時候 我想最重要的還是去想一個新的做法 那這個新的做法呢 沒有這個困難 但是當然它可能有新的挑戰 那這個新的挑戰 因為是你自己歡喜做甘願的時候啊 是因為你自己建議那個新的系統 那這個時候你創造的那個動機就會比較強 而不是說舊的那個系統在那邊 已經沒有人解釋出來 為什麼它是這樣子 就像剛剛麥克風壞掉 也沒有人知道為什麼啊 那你與其說你要做什麼逆向工程啊 去想辦法推測為什麼它壞掉 那你不如你直接做一個新的 然後大家看到說這個新的系統 也可以解決本來的那樣子的問題 通常是說處理困難的負面情緒的方法 那也請我們的邱主席來分享一下 有沒有遇到困難該怎麼辦 負面情緒該怎麼處理呢 其實當然是年紀比較大啦 所以負面情緒幾乎都沒有了 因為我們年輕的時候 懵懵懂懂撞來撞去一大堆 但是自從當了世界的主席之後呢 那很多事情因為你要面對太多太多的問題 白天要幫台灣的軟鞋做點事 軟鞋我也在那裡做六年 那要把平台做好 晚上要做全球的平台 那然後時間呢通通是不一樣 有差四小時六小時三小時十二小時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真的是很受不了 但是那個受不了 你就只有跟人家溝通嘛 那然後自己要用 positive attitude 然後去處理一些事情 那心態不能永遠用 complaint 你永遠在埋怨埋怨 埋怨東埋怨西永遠不會成功 所以呢正面的思考正能量就來了 謝謝 冷水碰到正能量就再沸騰 對對對 好的那麼接著的下一個問題 是有一位國小的老師他在答問的 他的問題在問說其實大家都知道 台灣在國際上其實是很落實的 台灣應該要如何在國際上發展 台灣的產業又要怎麼跟國際接軌呢 這個部分是來請教我們邱月香主席的 自從當了WISA主席 那我見了幾十位的部長 那也見了不少總統總理 也是幾十位 那所以呢我出國了幾乎都是被邀請的 所以在國外常常碰到我們台灣的政府單位去 他們碰到我說你來這裡做什麼 我說是被邀請來的 誰邀請你部長 所以大家都混淌了 就是說因為台灣的處境實在是很辛苦 但是呢我就是因為看到這一點 所以我非常努力 其實剛才我也跟朋友在談到就是說 六年前我有換了髖關節 那我走路沒有辦法走很快 但是每一次到了機場 有時候要趕來趕去 我真的是要做容易 不能動 就是說他會鬧 有時候會鬧 所以我真的是很勇敢 所以我常常說我是勇敢於台灣 所以為了台灣要去走到國際的舞台 是非常不容易 既然我有這個WISA這個Position 所以我一定要把它發揮最大的能量 那走了我其實到目前為止 我今年沒有去哪裡 但是到去年 我走了四十幾個國家 但是去年一年就二十個國家 那其實都是為了世界科技大會 2017在台灣要辦的時候 我剛開始就是這樣子開始跑的 因為要Promote台灣 然後第二年 2018年要在Telegama Hydrobar要辦 我也是這樣 一直去邀請很多人 那去年是在亞美尼亞 那我們也帶了六七十位的台灣的業界到國外去 那當然我們都突破很多困難 但是要連結國際就是要 你要做聲不是只是跟人家hello hello沒有用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記得 就是說我們如果要跟人家交朋友 不是說hello我看到你了 hello我看到你了 那回去明天就忘了 其實跟政委認識是從WCAT 2017那一年 我看到他好高興我就跟他照了相 那天還翻出來看了一下很開心 那然後他這樣步步高升然後不得了 所以我也覺得很開心 就是說他才會答應我說 欸我們立電台OK 他光聽到這個看到我就說OK 所以我覺得就說這個就是 我們很紮實的Fresh 謝謝 謝謝謝謝 蔡主席 那麼下一個問題呢 是由我們一位專業的研究助理所提出來的 他想要請教一下我們的唐政偉 現在台灣的AI很厲害 世界上的AI很厲害 那您覺得在接下來的時代 什麼樣的核心能力是不能被一氣所取代的呢 這個其實我們之前在12年國教課發會的時候 就是在處理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以前的教育在東亞這邊 尤其是這樣 確實是把大家訓練到說很會考試 那就好像是說你要證明你跟別人不一樣的方式 就是你能夠對分數能夠比別人高嘛 那但是就好像說以前大家可能上網之後 還會看到一些要證明你不是機器人的那種Captcha 那但是後來就發現說新一代的AI出來之後 AI減那些都比我們快 所以現在其實已經比較少看到就是那種就是你要什麼旋轉數字啊 英文字你要進入來就是證明自己不是機器人 因為現在反而是就是機器人做這個的速度都比我們快很多 所以就是說傳統上面的那種就是一個人跟其他人互相競爭差異化等等的部分 現在絕大部分都已經AI可以做掉了 所以可以說是就是被標準答案啊或者理解什麼文字習題啊甚至應用題啊什麼之類 因為AI都做得比較好事實上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是我們在國民教育期間我們確實不應該去讓大家去練習這種事情 然後到十二年國教結束他從八歲到十八歲結束之後他發現說一出來什麼所有機器人都是在做這些事 我就十二年白學了對那當然就不應該這樣做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歸納說到底有什麼事情是沒有辦法被自動化的那所以後來就想出了三件事情嘛 那第一個呢叫做自發自發就是說去看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事情值得做 還有什麼人類的或者是環境的等等的問題值得去解決 那這樣子一種自己找出問題的這種能力確實是目前這一代的就是 以這個classification啊或者是這個就是prediction啊為主的這些AI 目前還比較難做這種大的綜合式的一種自發性的思考 所以這個是自發那第二個就是人跟人之間的互動就是剛才講到的 我們在做一個決定的時候怎麼樣大家有各種各樣不同的立場 但是我要知道說我做出這個決定 我做出這個行動的時候會對社會造成怎麼樣的結果 他是好的結果呢還是不好的結果呢 這些都需要跨世代的跨地域的跨文化這樣子的溝通的能力 那同樣的目前AI因為他自己沒有我們自己這種生命經驗 所以他也比較難去好好的傾聽然後去做出一個真正實質上面的這種互動 所以互動的溝通的能力這個也非常重要 那第三個就是剛剛講到說我們的這個立場都不同嗎 那有一些價值或許是相同的 怎麼從不同的立場裡面綜合出共同價值再進行創造 這個叫共好come on good的這樣子一種素養 那這個素養確實也是目前極其他還沒有辦法 你把所有人的這個就是感受變成字丟進去 他就幫你自動歸納出共同價值喔 他只能用什麼TF IDF分析出一些最常見的關鍵字而已 就是說共同價值的確保這個是要大家互相好像能夠為彼此說話 這樣子的一種能力我如果不了解你生活狀態 我只要進入你的生活環境一陣子之後我也可以從你的角度來看世界 那這種empathy的這種能力啊就是同理心啊等等的能力 那這個確實也是機器目前難以取代的 所以後來我們就是把自發互動共好這三個素養 那這三個素養呢其實都不是有標準答案的東西 每一個人都是有自己不同的發揮的一種方法 所以這也順便解決一個問題就是他沒有人跟人之間的競爭了 還是有理念跟理念的競爭 體制跟體制的競爭團體跟團體的競爭 但是個人跟個人之間就只有共好 就沒有在有人跟人之間分數的那種競爭的這種關係 所以他一方面也是就是讓我們在看我們社會的時候 可以少一些互相競爭那種零和的那種狀況 那反而是說我們一起去看說有什麼方法 比方說我們防疫要怎麼樣不犧牲經濟不犧牲人權 那在其他的國家都會覺得說你這兩個中間是零和的 這個防疫要做得好一點經濟難免就要扣一點 對那你如果要大家發展經濟的話可能就有一些朋友就難免要染疫等等 那但是在我們這邊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一方面防疫做得很好 那二方面我們今天GDP還是正的很少有國家可以這樣子講 所以這部分也是就是所謂的time model 就是大家都是防疫國家隊的議員 而不是說把少數人好像分數考得不及格的 我們就踢出去就排除出去不是這樣子 所以像這樣子的一種能力也是AI無法取代的 當然有這樣的方式偉大 謝謝謝謝政委 那麼當然大家講到防疫台灣很好對不對 下一個問題呢就跟這個有絕對的關係 請問唐政委我們的口罩實名制是如何產生出來的呢 提問的是我們的一位周同學 口罩實名制其實就是一月底的時候 當時就是大家發現說就是每一個便利商店 它的Pulse系統之間不互聯嘛 所以SALEN不會知道你剛去全家買過 那萊爾夫也不會知道你剛去OK買過 因為我們跟他們合作四個都要提 而且秒數要一樣嘛 對那總之呢就是在當時在便利商店 腰狀店等等賣的時候 因為Pulse機沒有辦法整合 所以就會產生囤積的情況 當時有一個鄉野傳說就是說 因為半夜兩點普貨嘛 三點就會有人騎著摩托車 然後到每一家都就是賣光 然後只要有足夠多的人騎摩托車 你到凌晨五點就買不到口罩這樣子 那所以就是說確實 因為大家會想要囤積啊 這個是人之常情嘛 那所以怎麼樣子讓囤積沒有辦法發生 那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狀況 那剛好也是那個時候就是在指揮中心那邊 我還記得當時陳其邁副院長 當然現在市長了 那副院長當時他就是請我去 然後就拿這個一支筆 然後一個便條紙在那邊算給我看 說什麼叫做R0嗎 就是平均一個病毒在一個染病的人 會傳給幾個人 那這一支病毒它的R0值 目前推測是多少 那只要有多少人戴口罩 多少人戴口罩 然後並且用肥皂洗繡 那R0值就會慢慢下降 然後他告訴我說 模型推算出來說 只要四分之三的人戴口罩請洗繡 那麼R0的值就會小於1 意思就是說 就算個別有人感染 他平均一個人也感染不到另外一個人 那這樣這個病毒就會自然消失 但如果R值大於1的話 這叫指數型成長 就是看起來一開始沒有幾個人 但到最後就非常非常誇張 所以目前就是的R0值 當然在台灣絕對是小於1的 所以我們是才這麼安全 但是在各個國家來看 怎麼樣讓四分之三的人自願戴上口罩 你要避免囤積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當時呢 就應該是 就是指揮中心那邊就提了很多想法 那裡面有一個最直觀的想法 而且當時因為民進有很多人講 那最後我們沒有實作 那也在這邊跟大家講為什麼 就是當時有一個很直觀的想法 就是說那你去便利商業買口罩的時候 你就只能用行動支付 或者是記名的悠遊卡 那也就是說必須要用實名的方式來支付 然後我們在支付那邊呢就可以空 就是說你只要一刷記名悠遊卡 或者你一刷行動支付 發現你這個上個禮拜 在隔壁的便利商店才買過 那這個支付就會中斷 那支付中斷便利商店的post 其實就會知道啊 那他就不賣給你啊 所以為什麼要跑去鑰匙 就是藥局那邊呢 為什麼不直接用行動支付就做好呢 而且理論上長輩也都有禁勞卡 禁勞卡也都是記名悠遊卡 長輩應該都很會用悠遊卡吧等等 那就是當時都有這樣子的聲音 可是我們實際上去統計就發現說 真的知道怎麼樣用記名悠遊卡 或者是用行動支付 曾經用那樣子來買過的朋友 在台灣大概就是一半而已 我們再怎麼樣宣導大概就是五六成 也就是說我們很難在短時間之內 就達到七成五 那勢必就會變成是 那我們在那邊行銷這一整套的同時 我們的兒子就已經大於一了 然後就已經進入社區傳播了 那就來不及了 那反過來講 健保卡每一個人都有 而且鑰匙是大家所相信的 鑰匙告訴大家說 你戴口罩不洗手沒用 這個時候你是相信的 便利商店的店員 當然他是萬能 但是如果他來提醒你說 你不洗手沒用的話 你可能還是打個折扣 鑰匙他是很相信 對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後來我們就是去想說 原來慢性領序 廚房間的這樣子一種系統的體驗 其實鑰匙曾經有過 那我們只是讀取健保卡 我們絕對不會寫入健保卡 所以這個時間又可以再減少 但是這個情況下 因為鑰匙是大家所相信的 所以我們先從鑰匙開始 然後慢慢再回到便利商店 變成當時的這樣一個決策過程 那後來也證明這是對的 因為2月初推出之後 在口罩地圖等等 民間的朋友幫助之下 我們大概到3月初 就已經達到75%以上 就是大家配戴口罩洗洗手 為什麼不知道洗洗手 因為我們有去 就是算那個用水量了 就是民生用水量 所以那個沒有什麼隱私問題 但是我們真的知道 大家洗手秒數都變很多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真的RG就控制下了 那後面當然就是市民是2.0 3.0 甚至你自己用不到的 還可以捐給國外4.0等等 當然陸續推出 那現在都是到達9成多 那但是在當時就是 我們確實就完成了智慧中心 要求的30天之內 到達7成5的這個目標 哇 好棒啊 哇 好厲害喔 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樣 沒有講到原來我洗手的秒數 也被唐正偉所監控了 正偉請問我們報名之後 您也都在關注我們在幹什麼嗎 我們其實不會關注特定的個人 我們都是以統計 就是以統計方式來關注 但是其實我們都好想被你關注 原來是這樣子 好的 那接下來的下一個問題呢 是由我們一位從業30年的一個專業教授 詢問的問題 這是一個英文的問題 所以也要請正偉等一下用英文來做回復 請問台灣大學中心 如何可以加上台大學中心的數字 例如台灣大學中心的數字 that basically said that any particular gender cannot be below 20% in the faculty number we do have some of these similar measures for example in our legislation we do have the legislators at large where we basically said that the gender balance must be maintained regards of which party that you're in and this after 12 years of gender mainstreaming work currently in our parliament's legislative yuan there's more than 40% of women in legislation positions already so that's pretty good and our presidency is 100% women you too, that's right the chair is 100% women and so I think broadly speaking there could be two things going on here one is that we can design in our grants as well as in our regulations when it comes to higher education to incentivize more gender balance and diversity and could start not only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level but actually also from the ministry of labour level to make sure that when people try to make a career move that dedicates more of their time either as a professor or as a career public service or as a manager or someone that first that the whole society will not expect them to also take on a full-time homemaker's duty so this gender stereotyping women equals homemaker that needs to change that's the gender equality committee's work and the second is that even if they decide to also be a homemaker while pursuing a full-time career there needs to be a very good support system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hildcare and so on to make sure that they can you know juggle multiple balls together and without you know dropping any and so this safety net not only pertains to like taking care of very very young children but also the elderly people because the idea of filial piety Xiaoxuan in Taiwan is still there and so like delegating the xiaoxuan part to professionals is as important as delegating the child rearing part to professional and that support system will enable more women to either choose the non-homemaker and supported by their community paths or decide to be a homemaker but it's sufficiently delegated away so they can afford the time to invest into a full professorship or a full manager position and that is i think generally speaking the gender equality committee's response 好的 謝謝 那麼接下來的這個問題呢 要請教的就是我們舞台上的兩位了 那我們首先等一下就請我們的邱主席 我們讓政偉先喘一下 因為畢竟剛剛連續講好幾題了 來這個問題是如何運用前沿科技整合數位資訊 同時兼顧隱私權的考量下創造更安全 並且對人民健康有幫助的社會呢 我們是不是先請我們的邱月香主席來給我們做一下回覆 其實在十幾年前 我就已經開始做這個治安的教育訓練 那幾乎全台灣的這個治安的孩子 其實我照顧了很多 以前他們都來這個學校辦那個比賽 他們提的問題其實我通通聽不懂 但是我就是唯一一位業界可以上台支持 唯一一位業界可以捐錢 其他他們都可以跟政府拿 通通不行 至十幾年前的時候是這樣子 所以他們每次辦比賽 都會邀請我 因為我都會捐錢 所以他們對我很好 然後上課要出國通通是我出 我都帶著他們到處去了解 什麼是安全 所以後來他們一開始是從育松科技 差不多十七八年前 育松科技的時候 他們治安的孩子 薪水只有六萬塊 現在薪水多少錢 大概有二十萬 這個資集二十 那有些都兩三百了 有些自己的公司 有些賣到以色列 有些賣美國 Sharepoint 那個阿瑪科技 我也有投資 對對對 所以我都有幫忙這家 沒有完全沒有 配不到了 配不到了 他們很不好的時候我進去了 他們幾乎 我甚至一直在幫忙這些孩子 那然後呢 就剛剛這位也提到 就是說 因為在治安這一塊的重要性 那很多人就忘了隱私的重要性 因為有很多人就很高興 在Facebook上PO說 哎呀我這個月 哪一天我要去哪裡玩玩什麼什麼什麼 結果他回來家裡被偷了 所以有時候 希望大家要知道一下 因為我跟很多朋友講 尤其你的孩子 你不要把照片 因為你到處PO說 我們去哪裡玩 又我的孩子現在長得好可愛什麼什麼 結果如果你是被targeting 這樣就會發生事情 所以這個隱私 就是從那個時候 我從資安 然後去了解隱私 那我也跑到日本 還有那個歐盟的那個tube 我就跟他們在溝通了解一下說 這個privacy是這麼重要嗎 後來發現說 的確是 所以我也有一個台灣隱私權顧問協會 十幾年前我就創了 那時候我也創了一個台灣Protation Data association 這都十幾年前 那因為他們現在只要在做資安的人 看到我就說 啊這個就是乾媽的 這是資安的教母 其實這一個產業 當然我去年6月21號去見總統的時候 我也跟總統提到這個資安的產業 而且沒有人感覺 因為資安是不癢不痛 發生事情的時候才再來抓 所以現在是全民要教育 資訊力及國立資安及國安也是我講出來的 所以現在很多人都在用這個資安及國安 但是可不可以請正文幫我收點錢好不好 因為大家都在用 收到錢我再賺出來 好不好 謝謝 OK SROI 我要配起來 好 這真的很棒 而且其實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我們可以看到 很多是就是5加2的基礎上面發展出來的 但只有資安是真的異君突起嗎 它不是本來5加2裡面的部分 它是甚至DG Plus裡面 它本來也是其中一個支柱而已 那但是現在就是總統 還要立刻提升到 就是跟另外五個核心戰略產業 一樣重要的一個高度 所以可以看到真的是資安及國安 那這個真的非常重要 那對 真的真的要了解了解 然後還要這個百分之百再投入社會實名 這我了解 OK好 對 好 那另外就是資安及國安TN 這樣 對 那另外一個我也想要強調就是說 我們在以前就是我們的各自保護啊等等 很多都是就是各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它好像自己所得算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們比較沒有像歐盟的那一套說 它有一個很獨立的有點像公平會 或者運安會等等的這樣子的一個組織 它能夠來真的去看說 到底發生一件事情的時候 隱私權有沒有被侵害到 它會建立一個更新的類似新的建築材料 這樣子的做法 那你用這些新的建築材料的話 其實你就不需要搜集開始那麼多的個子 只能你不搜集自然這個黑貓還客也不會來找你啊 那但是你還是可以完成一樣的事情等等 所以就是說 就好像我們有獨立的院安會或者公平會一樣 那接下來我們也會在就是立法院那邊 往立法院提出這樣子的一個獨立的各自轉責器官 這樣子的一個草案 對 那這個一方面是因為我們也講很現實的就是 就是如果沒有這樣一個獨立的機關的話 歐盟是不會同意他們的人的這個資料 被我們這邊的公司來處理 我們等於每一家公司都得單獨的去跟歐盟 要那個氏族性認定 而且它還很難transfer到它的整個產業鏈裡面 每一個都要分別去審核啊 這個很麻煩 那但是如果是台灣就是我們整個政府 就說沒有現在是真的有一個獨立的 而且它可以做出採訪有調查權等等的這樣的一個機關 能夠去調查所有隱私相關的事件 而且又確保是說 他不是就是部長任命的 他的預算也不是這個不過來的 而是一個獨立的嘛 就好像說如果運安會 就是以前叫肥安會嘛 那調查交通事件的時候 如果他的人或者錢是交通部派的 那大家就比較不相信他們 但是因為他們現在是獨立的 所以大家就比較相信他們 那所以我想最重要的事情還是這個機制 accountability給出交代的這樣子一個機制 不然的話我們就很難從每次的事件發生裡面去學到說 下一次要怎麼樣做得更好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個資跟隱私的專責機關 我們會盡快提到立法院呢 希望大家可以再 不過因為這個會期 預算會期 不知道這個會期痛不痛得過 但至少就是下個會期希望能夠通過 謝謝 日本很多年前就有Cabinet 對日本其實本來也跟我們一樣是分散式的嘛 對那但是因為也是因為GDPR的關係 所以他們現在也願意有一個就是獨立的個資專責機關 他們是有一個聯合匯報 對這個會報 謝謝政委 也謝謝邱主席 那既然講到國家政策 就牽涉到我們下一個問題囉 台灣未來數位化智慧政府的願景 以及目前執行的方向是什麼呢 我們要來請教唐政委 其實DigiPlus就是我們已經推行了四年了 那當時就是我在加入的時候 其實主要就是對DIGI這四個字去加一個詮釋 加一個註解 那大概可以分成就是這四個支柱 一個是所謂的Digitization 就是一個基牌 就是我們要確保說大家本來是面對面啊 紙本啊 零貴辦公啊 從日本那邊來的印章制度啊 什麼之類的這些東西 每一個都要有一個數位化的一個替代物 那但是不是說是一下子就要求 你非得用這個替代不可 就好像說我們推出口罩什麼是2.0 3.0 讓大家可以用App 或者是去便利商店訂的時候 藥局這邊也沒有停掉啊 只是說排隊的人減少了而已啊 也就是說大家如果已經有自己習慣的做法的話 Digitization並不是把本來的取代掉 而是說讓比較習慣這種 就是遠距的或者是習慣數位的方式的人 也可以接取到像面對面那麼好的那麼多的這些的資源 所以這個部分是Digitization 那這個口號叫做寬頻人權嘛 就是任何地方都應該有寬頻 這是一個基本人權 如果你在任何地方 不管是4G或者Cable或光纖或5G 至於現在你沒有那個10Mbps的收訊的話 那就是我的問題啦 那我們就要想辦法 就是確保說你至少有某種方法可以接到10Mbps 而且在台灣是流量是吃到飽嘛 因為不過這不是我們故意的 是不小心就變成499吃到飽了 後來就變成說 大家都非常願意當直播主 因為你就是每個月499你付了也是付了 不如就一直上傳喔 這樣子就是感覺上好像比較有回本的這件事情 所以它也確實促進這個社會 就是不分老少啦 都更能夠用自己習慣的就是影音的這種方式 而不需要去擔心說 好像我因此就要欠多少電信費的帳單 沒有這個問題 這是Digitization 那第二個DIGI的第二個叫Innovation 就是創新 因為每次就是有一個數位科技出現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新的方法來讓大家剛剛講的節省時間 節省自己降低自己的風險 讓人跟人之間有更多時間在彼此相處之下 但是問題就是我們本來的法規幾乎都沒有再想到這件事情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我們能不能夠給這些創新者 一段我們叫Sandbox 就是一個沙盒 一個一段測試期 這6個月也好 這一年也好 在一個比較小的規模裡面去證明給這個社會看說 你的創新對這個社會是有幫助的 那如果就是到最後證明出來是沒有幫助的 那我們就感謝投資人幫大家付的學費 那但是如果是有幫助的話 那你的想法才能夠接下來DIG 連到第三個字我們就是governance 就是就會變成我們的治理的過程的一部分 那不管是我們的金融創新實驗的條例 俗稱金融沙盒 或者我們的無人載具的這個沙盒 現在自駕車開始慢慢開出來了嗎 那這些呢大概都是一步一步的 讓這些創新者的想法 能夠進入我們這邊治理 也就是說 並不是好像法規一直落後於實務 但是也不是說 好像法規一定要超前於實務 去給實務做一些指導 而像在高速公路上面 一台車就跟著另外一台車 保持幾個車身的距離 去確保說 這個前面是這樣子的一條路 真的是值得大家去開的 而沒有說去讓最後一個DIG 最後一個I就是inclusion 就是我們寒容包容成長的這個價值 沒有去喪失掉 因為我們如果是說 現在我們這一代的人都很開心 然後呢去做了很多innovation 然後我們的governance也沒有問題 就是說對我們這一代的人很棒 但它產生出很多 好比像說艾氧化碳啊 或什麼其他的外部性 也就是說等於是說 我們像後代去借錢 然後這一代就把它花光 那這樣子的話呢 它就沒有inclusion 它就不永續 它沒有把 因為現在的民主社會 畢竟還是有投票權的人 他比較有決定政策的能力 所以很多governance 都是照顧20歲 當然現在有公投吧 18歲的朋友們 對那但是還不到18歲的朋友們的福祉 這個你也必須要考慮到 如果我們在考慮的過程裡面 沒有把這個含容道 未來的世代的這個角度 考慮進來的話 那我們就很容易 一群20幾歲以上的人 自己很高興的在那邊 讓自己這一代很棒 那但是呢 事實上呢 就是每年用到 超過這個兩個地球年的量 現在好像好一點了 現在剩1.7個地球年的量 但還是很多啊 所以等於是 不斷地再往後代借錢啊 的這個狀況 所以最後這個數位的科技 它是可以幫助我們怎麼樣呢 就是向彼此給出交代 就是accountability 我們就可以做每一個活動的時候 外部成本 才有可能內部化 我們就知道說 我們每一個活動 它會造成 好比像說 我後代的子孫 它的氣候變遷的那個效應的程度 會怎麼樣 或者是說 對於一個山啊 或者是對於一條河啊 等等 它造成污染呢 還是你可以把那個土地 富裕起來呢 等等這些部分 以前要人用紙筆去算的時候 那非常困難嘛 但是在前面三個pillar 就是digitization innovation 跟governance的技術 都發展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Inclusion的技術就可以進來 讓我們在做每個決定的時候 都可以把後代子孫的福祉 考慮進來 那這樣我們每個人 就是就可以很安心知道 所以這個世界 我們登出的時候 比我們登入的時候 要來的好這樣子 謝謝 就說你把平台做出來 那也有照顧後代 這樣就很棒 Thank you 謝謝 那麼下一個問題呢 很直接 這個問題是 請問唐政偉 您為什麼要跨領域 為司法院的司改改什麼 來廣告呢 然後一個問題 其實基本上是這樣子 就是說 因為司法院有參與我們的 就是所謂的總統盃的黑客送 那這個人本來的黑客送 因為他是總統盃 所以並沒有說 只有行政院可以來 那事實上地方政府也常常提案 那司法院也有提案 那連立法院都有提案 在這一屆 那之前應該是監察院的審計部 也有提案 那所以其實幾乎就是 然後考試院也有提案 事實上 所以至少五院都有 因為總統是就是五院 中間協調那個機關 那所以我們在總統盃黑客送 裡面就會看到很多 很好的一個主意 那在司法院的提案 他是去年的五個冠軍隊伍之一 那基本上就是他們呢 做了一個AI的一個 叫做輔助式的一個智慧 輔助的一個小幫手 這個小幫手呢 是幫他們自己的人 就是解決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 每一次出現一個 不能安全駕駛罪 也就是俗稱酒駕的時候 他們就會電話就會被打爆 然後呢 這個判決 只要媒體有報導 大家都會打來問說 為什麼判這麼輕 沒有人打來問說為什麼判這麼重 但就是大家都覺得說判太輕 但事實上不能安全駕駛罪 它是有一個很明確的定義的 包含說之後可能還要 現在還要安裝酒精鎖啊等等 各種各樣的法則 都是按照實際在判的時候 他手上有的證據 有怎麼樣套進那個公司裡 幾乎就可以算出 你要怎麼樣責良性 那個是就是法官裁量權 幾乎是完全沒有的 這樣子一種犯罪太陽 因為是裡面是純粹技術性的 你的當時的時速多少啊 你是不是營業車啊什麼多少 所以他每一個要這樣解釋 真的不神奇了 所以他後來就想一個很好方法 就是他就弄一個試算的一個界面 任何人都可以上司法院的網站 自己去帶入那些factor 然後就會求出良性來 他這個退出了之後 退出了一整年 沒有幾個人用 好像是不到200個人用 可能都是司法院員工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所以他那時候被課送 但他就去問說 那為什麼沒有人用 原來是兩個原因 一個是因為他們不講人話 就是裡面的那些解釋呢 都不是用白話文 所以曹昌越解釋越模糊 就是對我們來講 完全不知道這個在講什麼 所以他要有一個 網白話文的一個翻譯器啊 那另外一個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那本來跟這個相像的判決 他理論上應該有 所謂的就是我們叫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就是自然語言處理的能力 不是說要人用你的網站 看著這個起訴或判決書 然後自己在那邊 勾那些factor 這個沒有人會用 而是說這些其實 都是很知識的文字嘛 那這個時候呢 你直接把這個文字丟進去之後 他自動幫你把factor都丟起來 而且還會告訴你說 這是這一段來的 這一段來這一段來 然後又會把它展開成 很有白話文 這樣子一個叫做 小幫手啦的一個活動 那所以這件事情 就啟發他們說 因為之後我們要有國民法官啦 就是不是只有酒駕這種很輕的 或者是當然沒有輕啦 到最後可以很重 但總沒有刑法 就是像殺人越獲那麼重啦 那但是最重的那些案子 未來也是三個職業的法官 也要跟六個國民法官在一起 然後來進行討論 那這個時候 大家就必須要了解到說 在你踏入這個法院去擔任 國民法官之前 到底司法是怎麼運作的 那整個司法體系 都必須講人話 不是只有不能安全架勢 對那麼簡單 所以後來他們黑客送的那個團隊 就問我說 願不願意讓大家更能夠來加入 這樣子一個大家更了解司法 民眾更能親近的司法 等等的這個角度 那所以我就答應了 因為我的業務之一 是所謂的開放政府嘛 開放政府就是 第一個就是透明 確保說政府做的每件事情 不是只是大家查得到而已 還要看得懂 那看得懂這個部分 也沒有去分哪一個院 所以就有答應他們 大概是這樣 好厲害 好厲害 要不要掌聲 我要幫你不要掌聲 好OK 接著下一個也是一個很直接 這是一個直球對決的問題 請問我們的兩位舞台上的嘉賓 我們的貴賓 要怎麼樣培養自己在公共場合發表意見的勇氣 然後後面還有誇補的輔助 要怎麼提出一個好問題 我覺得我提出來的問題都不是問題 我們是不是先請唐振偉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當我們年輕的時候 常常都會覺得說 我們這個問題是對的還是不對的 是好的還不好的 都先question自己 然後常常不敢舉手 其實在台灣國外就不是 國外就很願意舉手 但是在台灣很習慣 從我以前辦教育訓練 做office認證的時候 沒有一個孩子會問 那真的有問題的時候 就直接來找你 但我是覺得說 因為沒有不好的問題 問題都是好的 因為你要問你 你就是因為有問題 才要找人家解決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但是我不講technical 因為我不是tech person 但是我是leading the worldwide tech 但是我是覺得說 這個整合 就讓孩子要了解說 你不要去 不要害怕 也不要覺得說 你問的問題 是對的還是錯的 我覺得這很重要 那有時候 因為我們從小時候 常常會被父母心說 你如果常常要問 就開始就會有那種觀念 就常常就是不敢問問題 因為我們是從小 被灌輸不同的教育 而且我也不能跟你講幾歲 但是就是因為 因為我們被教育是不一樣的 跟現在的孩子不一樣 現在以前哪有說 像現在這麼照顧後代啊 就是完全不一樣的 不一向的觀念 所以我是覺得說 今天我們有唐政偉在這裡 他有很新的觀念 而且很新的技術 而且他願意 這個transparency 讓大家了解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其實 我為什麼剛剛說我要先講 因為他講完之後 我真的是沒東西可以講 是不是 不過我可以講我古時候什麼事 打鼓的事情 你可以講現代 你可以講現代的事情 好不好 好 其實我們在公務體系裡面 真的有感覺到這種 就是說 如果是長官在的話 那鼠官就算有很好的問題 他也不會提出來 因為他覺得說 他提出來好像是 他的上司比較丟臉這樣子 所以後來我們就想出了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就用秘名的方式 來提問題 那這個就是剛剛 要一開始大家掃QR Code 那個slido的那個方法 因為其實在slido上面呢 現在其實已經有101個問題了 所以可見大家沒有 不敢提問題的這個問題嘛 就是因為 反正大家都在滑手機嘛 然後又是匿名的 根本沒有人知道是誰問的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大家都非常踴躍 而且一開始就會提出 非常多很好的一些問題來 所以具體來講 還是就是說 要提問題的這個社會成本降低 那所以呢 我們在跨部會協商等等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說 一開始把slido秀出來 大家都很興奮 為什麼? 因為他們手上真的都有很多 懸而未決 需要跨部會協調的事情 他們只是不想說 我要提出這個問題 我就必須解決全部的問題 因為在跨部會的時候 常常說 這個問題必須三個部會 通力而做 但是誰先提出來 那他就得全部都要解決 這個時候 他的社會的那個責任 成本又提高了 所以他又不敢拋出這個問題來 所以我覺得就是 大家可以試著說 用一些方式 好比像說 KJ法嘛 就是說 大家都是發一些這個 各個便利貼 那大家各個的便利貼 但是全部便利貼 投進箱子裡面混在一起 然後 但是那個主持人 再把它拿出來貼在白板上 等等 就是你中間有一個mix的這個步驟 然後去讓那個人的身份 沒有辦法被再還原 識別到另人 那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大家就會很踴躍的去提出問題來 那就沒有再有好的問題 跟不好的問題的狀況 而只有大家想要聽解答的問題 想要工作的那個題目 以及可能只有你關心的一個題目 那slido上面的投票功能 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設計的 如果現在你提出的問題 已經有15個人投票 就表示有15個人都覺得是很重要啊 所以就是剛剛除了參與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accountable 就是待會的話我回答的順序 以及邱這個理事長邱主席回答的順序 基本上就是靠大家投票的次數啦 所以現在如果要拉票的話 可以趕快來拉票 好 在我問最後一個問題的同時 大家都還有拉票的時間囉 大家知道我們這一次的活動是 科技女性領導力論壇 最後一個問題其實也是在座很多女性 或是社會中很多女性 都很關注的一個議題是 科技產業職場中 對女性的不友善 該怎麼辦呢 請教台上兩位的貴賓 你們有什麼看法呢 我們先請教邱主席 這一次我們辦這個 Women Leader in Tech 我們線上談的跟線下的 有很多共同的問題 因為有很多女婿 被她的長官要提拔的時候 她的回應是什麼 Can I? 我可以做嗎 就馬上把自己 用Question Mark 放在自己的臉上 這個其實 因為有時候 老闆她就會想 有時候老闆就會提說 那個同事她是女的 不過她有孩子 她有家裡要顧什麼 第一個就把她刷掉 也有這種可能性 那還有呢 還有很多女性 就是說也不敢 Challenge 就是不會馬上說 我要 有一個opportunity的時候 她不會說 我就要 就是 常常都會 躲在男生的背後 或者是有些語言 不敢開口 這些 從這零零種種的女性的特質 因為又想說要照顧家 可能不好 我還回去問我先生 或什麼 就很多很多這種的問題 但是呢 男性通常 要剩下 沒問題 馬上就很proud 就去接受了 所以這一次 我們 這麼多位 這麼多位 我們的Speaker 大家溝通之後 就發現說 要當一個女性的Leader 真的是很不容易 而且 你還要approve給人家說 我絕對有能力 而且要比男生力 男生還要用力 我絕對有能力 這樣子 所以 會付出很多很多的時間 跟精力來表現 那又要把家裡顧好 那又要把公司顧好 真的是不容易 但是我是覺得說 現代的女性已經改變很多了 所以他們的進步也好 但是 在國外很多國家 他們也跟我講說 同樣的事情 到處都在發生 但是我們還是要鼓勵女性 要當勇敢的女性 不要還是永遠站在背後 謝謝 就像我一樣 對對對 就像主席一樣 主席講完這個 我也沒有什麼別人可以講的 我覺得這是非常棒的 就是要挺身而出 這個是非常重要 確實是 好的 那我們的第一階段的提問 就到這邊告一個小小的段落 我們就要來進入 我們大家從做進來到現在都非常眾所期待 已經蒐集了100多個問題 我們的SIDO的即時唐鳳快問快答的時間 我們大家看到我們後面的同一幕都已經講下來囉 所以說想要讓唐正偉來回應你的問題 你的問題都問了嗎 有沒有很努力的拉票呢 我剛剛有看到喔 想控制腦波的啊 或者是說你出生的第一句話是什麼的啦 我們都好好奇喔 我們就把這一段的時間來交給我們的唐正偉 切換到Live的畫面 他那個對 左下角有一個簡報模式喔 你要不要按一下簡報模式 好 那我們還有一小時 然後還有109個問題喔 那所以 對 平均每一個這個要30秒 這個好像有點困難 30幾秒 所以大概不可能全部回答完了 那但是就是如果你想要你的問題先回答的話 可以繼續拉票 隨時都拉票 OK好 那就開始了 有三十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請問唐鳳除了專業科目之外 覺得大學最需要學習的部分是什麼 也最需要區別的能力是什麼 那我自己是覺得說大概這分成兩個狀況 一個是說如果你知道你要帶著什麼來大學的話 那最需要的就是你在大學裡面去結合 各種各樣不同科系啊 不同年紀啊等等的朋友們 去結合成一個學習型的社群 然後來解決你手上帶的那個問題來 但是如果你手上並沒有帶著什麼問題來進入大學 那可能你一開始就不應該來念大學 那意思就是說 如果沒有帶著問題來的話 現在確實有些人他就是18歲 然後國民教育完成了 那但是其實他本來就已經想要對社會有所付出 或者是說他想要自己先去有利一下等等 那但是因為現在還是有一個很強的一個現行升學 的這樣子一個概念嘛 所以有時候就是他自己想要這樣子做 那但是他的家長啊 或他就是鄰居親戚朋友啊等等 都會跟他說 沒有啦你就再去念個四年嘛 那把大學學位先拿到啊 你想做這些這些都很好 在你四年之後再去做 那我是覺得說這個是蠻不幸的一件事情啦 那所以我們現在也想辦法就是在接下來就是會推出來 給立法院就是一個修法的一個方案 來幫助各位啊 能夠爭取就是gap year的這樣的一個方法 那我們怎麼樣推出這個法案呢 就是我們把成年的定義啊 從20歲改成18歲嘛 那以前呢就是你必須要撐到20歲 那你才能決定所有自己的事情嘛 那但是當他下修到18歲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你在高中的時候 因為現在新課高 其實你就已經經歷過了 在不同的學群裡面自己選課 自己做project 實作等等這些經驗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說 如果你手上並沒有什麼 學術問題想要解決 你就是想要投入實務工作的話 那應該18歲就去投入實務工作 你投入實務工作之後幾年 就像我創業幾年之後 我就發現說欸沒有啊 我需要管理學的知識啊 我需要一些人文知識 我可能需要國際貿易的知識 國際關係的知識等等 那這個時候因為我手上有這樣子相關的問題 我在回到大學的時候 大學老師跟我是一個比較平起平坐的關係 有點像說你去拿EMBA學位一樣 就是說你也有可以貢獻給這個學術圈的東西 不不是完全是你自己 只是吸收老師的研究成果而已 那這樣子比較平衡的情況下 我覺得需要具備的能力 就是剛剛講到自發自己找到問題 互動能夠跟老師 就是有各種跨領域的對話能力 以及共好就是去告訴大家說 這個學術社群是因為你的加入 而你也有所貢獻 而不只是為了要拿到那個學衛而有貢獻而已 大概是這樣子的能力 那有時候這個就是底下的那個最新問題 有時候會出現一些就是正常能量釋放 那我覺得這是蠻好的 有時候甚至會自己這個咬起來 對對對對對 那好比像說像這個嘛 對那個時候我沒有記錯的話 我好像是還沒有出生 或者是就算出生可能才一歲而已 所以應該跟我是沒有關係的 那OK 有20位朋友問說我要怎麼證明我自己不是AI 事實上有句話說 You cannot prove a negative 就是說如果不是什麼什麼的東西 它不是證明的標的 所以應該是說所謂的burden of proof 就是說如果你覺得我是AI的話 burden of proof是在你身上 是你要想辦法證明我是AI 我在這個就是沒有被證明是AI以前 都應該是非AI推定 應該推定我是人類才對 那這個也是 我們在尤其是遠距工作等等的時候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現在跟客戶談生意 然後你第一句話就是說 我懷疑你是機器人 先證明你不是機器人 再跟我談生意 這樣生意都不用談 然後尤其在現在疫情之下 當然是說你先相信它不是低fake 但是如果你後來發現說它有fake的傾向 它這個人這個怎麼微笑的時候 眼鏡的反光跟別人都不一樣 等到這種狀況引以殺手 等到裡面的那些跡象出現的時候 然後你才去challenge說 這個你影像是不是合成 你是不是拿那個預錄影帶來合照 但是就是當你能夠證明對方是AI之前 都要把對方當作人類看待 大概是這樣來回答這個問題 有24位朋友問說 現在資安及國安馬上就收到一筆權利金了 那所以請問政委 對對對沒錯 那就是請問政委 現在台灣有沒有在用資訊戰抵抗中共 那以及面對中共的入侵 那個字在我是破音子 我自動面臣中共的核心續命 竊取台灣的資訊 要怎麼樣來應對 那我想是有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說確實目前有所謂 就是中共那邊叫做認知空間作戰 就是好比像說他們跟WHO每年都說 這個我們可以照顧到這個全台灣什麼2300萬同胞的 這個身體健康啊什麼之類的 那所以任何事情只要通報到我們就好了 其實就是通報到台灣那邊的 就不要有政治上的東西 科學的paper那個反正公開了 可以給他們的 但政治上我們來處理之後 我們一定會把台灣同胞照顧得好好的 那這句話就是典型的認知攻擊作戰 因為顯然就不是嘛 大家健保費也不是交給中共 那所以顯然這句話就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但是他在國際上一直講 那這個就是一種認知空間的一種作戰 那所以我們自己當然在這方面 我們有很多很好玩的一個做法 然後衛福部的總裁 那總裁其實真的在這方面 扮演了非常大的一個作用 就是他有一個就是柴犬 大家可能都知道總裁嗎 我不用介紹總裁 好非常好 對可見總裁就是非常紅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每次我去國境上面的 就是包含我們在WHO前幾天 自己有辦一個14國的 類似迷你WHA嘛 的這樣子一個會議 那我一開始都是直接 帶總裁的圖片上台喔 那也就是說大家要了解到說 為什麼中共他們處理的方式 是可以說非常高壓非常pop down 確實也有防疫啊 但是經濟難免就要犧牲嘛 人權難免就要犧牲 那跟我們的做法呢 是我們去把所有的科學知識 包含Physical Distancing 我們在室內要保持三隻總裁的距離 室外要保持兩隻總裁的距離 或者是說為什麼要戴口罩 是因為不能不要鴨到吃手手啊 就是說不要什麼拿自己的手 去碰自己的臉 要先肥皂請洗手 戴口罩是提醒自己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是用一些非常有趣 我們叫humor over rumor 用非常幽默的方法 讓大家看到這個之後呢 就會覺得會心笑 那你跳過之後 所有這些讓你很生氣的 那會好像一時之間 好像不去查證 然後就轉傳的這些資訊 你就免疫了 你就不會再覺得看到一個東西 好像覺得說 這個什麼什麼 當時有很多這個 讓人義分填膺的 比如說什麼 什麼所有的口罩 什麼的原料啊 就把衛生紙的原料都徵收走了啊 這個很快大家就沒有衛生紙用啊 什麼之類的 那這個當然就是我們一下子 就用幽默的方式解決了嘛 就是那個我們只有一粒一卡層啊 什麼之類的那個 就讓大家知道說 衛生紙原料是南美來的 而口罩事實上 根本不是紙漿啊 它是另外一種 它是PP嘛 是不同的原料 那或者是說 當時又有一個 讓人比較義分填膺的是說 這個泡麵很快就會沒了嘛 那因為泡麵這個什麼 什麼固存量不夠啊 什麼什麼已經開始發兩票啊 什麼之類啊 那還有一些 就是比較粗糙的一種合成圖嘛 那但是馬上就是同樣的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欸院長就推出一支民營圖 說這個什麼貨很夠盡量買嘛 然後就有這個堆積如山的 這樣子的各種各樣子 然後還說 但是你要加一點青菜 不然這個營養不均衡啊 所以不但泡麵沒有不夠 青菜也沒有不夠 然後就包含這個什麼 派鋒館縣長啊等等 很多這個農業縣市的首長啊 都立刻在底下留言 然後就說 你一定要加一點這一位啊 那一位啊什麼 馬上變成農業家年華 那所以就是說 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大家就會 完全不會被那種 讓人憤怒因此 因為憤怒而轉傳的那種 情緒所操控 大家就是在那個 《腦筋肌腸癌》的部電影裡面嘛 那個怒怒就是 本來是那個紅色的一顆球嘛 那它就可以變成樂樂 就是亮黃色的一顆球 這樣一個人在睡前 有接觸到樂樂的 這樣一種情緒 那對於這樣子一個 它是一個one way path 就是憤怒它是可以轉換為 共同創造這種樂趣 但當你感受到樂趣 你就回不去了 就不會再對它感受到那種 就是沒有來由的憤怒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的應對的方式 其實就是Human Over Rumor 那這一套呢 也確實顯示出 我們的體制 跟中共體制 最大的一個不同 就是從他們角度來看 言論自由 那個是一個工具價值 它可以完全在一個 新的價值出現的時候 它就可以犧牲掉這個價值 但是在我們這邊言論自由 它是核心價值 我們不能夠因為任何別的原因 包含防疫的原因 去犧牲到這個價值 那所以一看 這兩個體制真的不一樣 然後再一看成績單 確實我們防疫 還不用犧牲GDP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在國際上面能見度 就因此變得相當的高 那它這第二個部分的問題 問的是 比較是資安方面的問題 就是說 竊取台灣的資訊 要怎麼樣子應對 當然一方面是說 我們其實就是大部分的 真正的個資 這些系統其實是 physical isolation 根本就沒有連到網際網路 所以大概不太可能 透過網際網路的部分 來進行攻擊 那就算是他們非常有組織的 一些就是像 最近有上新聞的 APT41等等的這些人 其實如果你中間是實體隔離 你不能夠從IT層挑到OT層的話 那就算就是把這個 包含中油等等的 那個什麼中油卡 會員卡系統 它確實是這個有侵入 但是市場後面的operation 完全是不同的 他們根本不走網際網路 所以他也不太可能真的 碰到關鍵基礎設施的那個部分 那當然就有一段時間 大家只能用現金結賬 就是他們最多能夠到的地方 那這個就叫防禦眾生 所以防禦眾生 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那另外一個重要的概念 就是我們每個人的資安習慣 就好像說 如果四分之三的人 戴口罩信息收 病毒就不會流竄一樣 同樣我們如果 大家都保持良好的 資安習慣的話 那其實就比較 不會變成最弱的一環 不會被social engineering 就是大家就是 就是騙你這個 下載一套軟體 然後在你的網路上面 用你的電腦當跳板 然後再侵入你的內部網路等等 所以現在我也有這個一個口訣 就好像那個肥皂清洗手一樣 有一個口訣 叫做三國無雙 那三國無雙其實是 就是四個簡單的資安小常識 三就是說 備份至少要放在三個不同的地方 至少三二一備份原則 這個網路上都可以查的 那國呢就是說 盡可能去挑 就是我們是本國制的 或者是本國audit的 就是集合的 或者是說它的資料的儲存 跟處理跟通訊 都是在國境裡面的 那這些軟體呢 基本上 第一個比較安全 第二個就是它不安全 我比較找得到 到底為什麼它不安全 那第三個就是無痕模式 很多人不知道 瀏覽器有一個無痕模式 那所以呢 有人要你下載一套 新的視訊軟體 就會去安裝它 但是事實上 絕大部分的視訊軟體 現在你都可以直接 用瀏覽器加入 根本不用安裝任何東西 而如果你又有開無痕模式的話 當你關掉無痕模式之後 那就不會有什麼cookie 意思就是說 那一家軟體廠商 就沒辦法追蹤 你在其他的網站上面的行為 所以用無痕模式 用瀏覽器去參加視訊的會議 這個也是現在我們在公務門裡面 常常提醒大家的 那最後就是雙嘛 叫做雙因素認證 因為很多人就是 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都用同一個密碼 我自己絕對不是這樣 但是我知道也有朋友是這樣子 對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要確保說 你每次要寄一個新的密碼 比較麻煩 但是至少當你設定密碼的時候 你要把雙因素驗證的選項打開 打開的時候 當然最弱的情況 還是比沒有好 就是送一封簡訊到你的手機裡面 確保說你有收到六位數的數字 你要把它Key進去 好一點的可能是透過 像authenticator 這樣子一種在手機上面 狀態會不斷動態 產生六碼數字 這樣子一個方式 來證明你持有這個手機 當然如果是你自己信得過的硬體 好比像說這個 這台iPad上面的Face ID 或者是有一些手機 它有指紋認證等等的功能 那像我們的TW FIDO 這樣子的工具 也可以去確認說 你是你本人 而不是別人來用你的電腦 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就是說 除了密碼 這個你記得什麼的因素之外 盡可能在每一個 你不是無痕視窗 而有登錄的地方 再加上一個 就是你試的 就是剛剛講到的 臉控或指紋 或者更好就是 你手上有的 就是一個硬體的token 包含你的手機在內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就算別人猜到你的密碼 獲取了你的密碼 也沒有辦法去 takeover你其他地方的帳號 所以三國無雙這四個字 也希望大家多做 如果四分之三的人做的話 那這個就是 生物病毒跟電腦病毒 是有共同點的 就是說只要 墜落的環節 就是沒有那個防疫的破口的話 那就是對方不管怎麼樣的攻擊 他能夠達到眾生幾乎都不太可能橫向的去傳播 這樣 好 那有30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這個為什麼可以快速消化問題 迅速產出有條例的答案 並且幾乎沒有墜詞 是不是有經過特別的訓練 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每天大概平均都接一兩場這樣子的演講 所以我一開始也不是這樣子口齒流利 也會是會稍微有停頓 但是呢 現在呢 我甚至還要提醒自己說 在鬥號的時候要稍微多挺一下 就是讓大家比較有機會去理解 當然也讓我自己有機會換氣 那我在鬥號時候換氣 但因為還在理解我上一句話 不會注意到我再換氣 所以感覺上就好像就是從頭到尾 這樣子快速消化迅速產出的過程 所以就是不是特別的訓練 就是日常的訓練 每天這樣子去做個一兩場 就這樣就好 其實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把那個就是防疫指揮中心 剛開設就是1月中的時候 那這個陳時中指揮官開始主持的時候 他的口條跟他現在的口條 就把他調出來看一下 你就知道他真的完全不一樣 他現在就是真的是極為快速消化 立刻就有調壓 而且還就是非常溫暖 然後都是覺得是說好啊 那你行你來嗎 委員教教我們嗎 我們一起來想這件事情嗎 啊你早說嗎 等等就是那個非常順的一套方法 來處理各種刁鑽古怪的問題 但是在剛開設的時候並不是這樣 所以其實任何東西 可以持之以恆每天練習 真的就是會變成這方面的行家 有28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這個問題比較長 就好我目前是電機系列大三 大家大家都說 其他眾都說寫程式是未來的必備其能 但是我不善於寫程式去對人工智慧的辨識的應用 有興趣 如果考慮到產業前進的話 軟體產業是更賺錢的 像先問委員 不善於寫程式的人 該如何看待程式語言這個趨勢呢 不是要因為產業的前進好而進入軟體的行業嗎 我很好謝謝 我是覺得有兩件事情 就是說一個是說寫程式 就像剛剛講到的重點是computational thinking 所以你要寫得出來是那個spec 當然spec也是一種程式 你要寫一個unit testing 你要寫一個end to end testing 寫一個user story 確實它也是某種結構化的資料 但是它本身不是它的程式碼本身 這有點像是說 你如果要證明一個數學定理的話 你總要把那個定理的一些引力 寫出來 但是那個證明的過程 其實有時候你是不用寫的 很多數學家 他現在是有跟所有的proof assistant 合作 像COQ這種東西 就是說他把他的證明策略寫給機器看 但是中間的這些比較就是manual 比較很容易自己手算會出錯的部分 現在大概都是這些proof assistant幫他來證明 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些可能機器沒有靈感的部分 他提供這個指導就好了 所以未來的前世設計裡面 就是比較是重複性高的部分 就是我們叫做boiler play 就是任何人來寫大概都差不多的部分 現在你上什麼stack exchange 上github就可以複製貼上的部分 現在其實已經有一些AI 像GPT3這樣子的AI 你只要告訴他說就是在接下來 有一段用react所寫的就是在把螢幕上面 一共有三個黃色的按鈕 而且有漸層還有陰影 然後有人什麼按下去之後 就會自動跳出holloworld等等 你用英文這樣子就是跟他介紹 然後接下來程式碼就是冒好之後 你就要按送出 GPT3就會幫你把那一段react程式碼都寫完了 那所以就是說這個已經不是天馬行空的想像 現在這種autocomplete就是你只要寫spec 那但是程式碼都是機器寫 現在已經是就是雖然很花錢 GPT3花了很多錢 但是事實上是已經在我們目前可及的一個範圍裡面 所以我是覺得說最主要的還是要怎麼樣與人溝通 怎麼形成這個spec才是最重要的 就像剛剛講的我們當時接到說 30天之內要讓四分之三的人能夠買得到口罩 這件事情你要跟多少的厲害關係人溝通 那還有就是說當產品剛上架的時候 有非常多憤怒的鑰匙打電話或者在線上留言告訴我們說 他一發號碼牌這個所有的這個數字都失準 那所以事實上他發號碼牌換健保卡 已經把他所有當天的配額都已經賣完了 但是因為地圖他慢慢刷健保卡 上面那個數字是慢慢下降的 所以就有很多的這個憤怒的電話 而且是會變成對鑰匙的信心會因此而折損 以至於說這些鑰匙甚至還要在自己門口去寫說 不要相信APP驚嘆號的那樣子 對 那所以這個才是就是軟體產業 就是當時我們作為 我作為這個整個專案的大PM 我們就是要立刻就要跟厲害關係人溝通 立刻就要去做出說 好啊那你的營業時間 或者是說你幾點來取貨等等 我們趕快緊急追加一個欄位 放到我們的口罩地圖上 甚至之後經過多方厲害關係人的座談之後 給他們一個按個鍵就可以從地圖上消失的 這樣一種隱身按鈕啊等等的這些東西 那這些都是在跟人溝通 但是呢你還是要翻譯成就是 RD那邊看得懂的Spec 那所以這個轉譯者的角色 未來越來越多就是跟人溝通去傾聽 去用別人的立場看你的系統 但是呢越來越少是你自己手動要磕成時馬的 所以我想如果你對跟人溝通有興趣的話 不要因為說好像你的程式語言 科的速度比別人慢 而阻止你去參加軟體產業 外人產業裡面 科程式馬這部分 可能就是越來越不重要的部分 有二十五位朋友們問說 我出生的第一句話 是不是hello world 不是 但是我在寫程式的時候 寫的第一個程式真的是print 上引號 不是上引號 雙引號 hello.world 雙引號 那但是呢 為什麼我記得那麼清楚 是因為那支程式 我不是在電腦上面寫的 我是在紙上面寫的 對 因為當時家裡還沒有個人電腦 那我是看著就是 應該當時是GW Basic入門 那本書 然後來寫程式 所以我真的是寫程式 我是在一張白紙上面 A4上面 先用原子筆 把那個鍵盤 QWERTY什麼東西都寫上去 那寫上去之後 在上面用鉛筆 畫一個游標 然後再把它塗黑 這樣子 然後沒有辦法閃動 閃動太困難了 然後之後呢 再按照那個書裡面的那個 應該是左 右中刮號 那個提示號 然後後面寫這個print hello world 然後之後我還有自己 再把hello world寫上去 表示它的輸出嘛 然後再寫一個提示號 然後再打這個CLS 然後enter 然後自己還要寫CLS enter 然後再把橡皮擦 然後把畫面都擦掉 所以是立立在目 那當然就是我這樣子 做了這個一兩個禮拜 我這個我爸媽就受不了了 真的去弄了一台這個個人電腦給我 所以就是還是有時候 這樣你的幫助還是很重要 有二三二朋友們要問說 要怎麼樣子跟阿公阿嬤 介紹AI這個概念 其實AI我都是翻成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去輔助人的 輔助人的這種智能 輔助人的這種智慧 所以呢 其實你就告訴他說 就好像一個助理 或者就好像一個學徒一樣 那他可以來幫你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呢 這件事情最後價值判斷 還是你自己來決定 以及如果隨時他的判斷 如果出什麼狀況的話 你可以要求這個AI 就像人的助理一樣 給出一個交代嘛 為什麼你說的判斷跟我 當時我們講好的那個價值 不一樣 這概念其實就解釋到這裡就好了 那很多人可能要提一些例子 那我們通常都會用 總統白黑客松裡面 真正存在的例子 好比像說台灣自在水公司 之前就有很多修水管漏水的老師傅 那他們要巡迴整個 當時他們是在基隆小區做實驗 巡迴整個基隆 然後去聽每個水管有沒有漏水 那大部分都沒有嘛 但是呢 平均起來從有漏水到被聽到 要花兩個月的時間 中間已經不知道 損失掉多少的這種 你知道就是民生用水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而且他們碰到一個很大的困難 就是年輕人 就算你給他比較高的薪水 根本不想做這個工作 並沒有幾個年輕人計劃 每天去聽沒有漏水的水管 那當然就是說 如果它是創造性的工作 就是有漏水 那你要去看那邊的 這個就是土地保持的狀況啊 你要去看說 你這個要不要繞道啊 那邊實際的用水量 要不要換一個就是管境更好的 加壓馬達什麼之類的 那個有創造力嘛 年輕人願意做 但是你整天去聽沒有漏水的水管 然後回報說沒有漏水 現在沒有幾個年輕人想做這種事情 那所以這種老師傅的經驗 眼看著就要失傳啊 那後來他們的做法 就是去找一些年輕人 應該是政大的一些研究生 那還有我們產業界 包括HTC啊 或者資測會啊 或行政院資訊處的朋友一起幫忙 那就是幫這些老師傅 去訓練他的機器學徒 這樣他只要一醒來 他看LINE上面的機器人 那個機器學徒就告訴他說 欸師傅啊 最近這三個點啊 很可能漏水 信心的指數大概百分之七十幾 七十幾 那他一天只要尋這三個點 那因為信心指數都是七十幾 所以大概一定有一個是漏水的 所以這個師傅呢 說第一個他比較找得到人類的學徒 因為人類來就是處理 有創造力的部分 這麼解決問題嘛 那但是那些容的部分 就是去停沒有漏水的部分 他就透過SCADA 這套工業控制的系統 去把水壓水流量 其實為什麼我們知道 大家有沒有多吸收 等等那些部分 都把它搜集起來之後呢 去運用這個所謂deep learning 深度學習的方法 然後去做他的classification 就是有漏水跟沒有在漏水的 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就是說 讓大家一起來訓練機器學徒之後 那麼接下來就是從有漏水到偵測出來 變成只有兩天 從兩個月縮短到兩天 那如果你要跟你阿公阿媽講這個概念 就是說這個老師傅 未來就有人類的學徒 幫他解決需要互動的問題 需要創造的問題 要有機器的學徒 每天幫他去聽哪些水管沒有漏水 這樣你阿公阿媽應該很快就可以了解到AI的概念是什麼呢 希望對大家對這個跨世代溝通 有一些幫助 有二十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秦文堂正問 鑒於社會相對跨性別者不友善 或其他不同類群人的種種歧視 外來的數位身份這樣 會不會取消性別位 這一來已經取消了 在那個我們的最新的樣卡 因為我最近有看到樣卡 上面應該是已經沒有這個就是可識別來 那一邊另外一台取消的 還有你的父親的名字 你的母親的名字 以及你的戶籍地 那這些我都是覺得是 本來就是存在身份證上 其實對於我們的隱私的 以及人權的推動是非常不利的 因為身份證我們整天都要換證 就是要比方說你就算停個車 你要到一個什麼辦公場所 有時候警衛就是說 那你身份證留下來 我換一個識別證給你 那但是你交出的不是只有你自己的個子 還有你爸爸的名字 你媽媽的名字 你如果有配偶的話 你配偶的名字 還有大家住哪裡的這些東西 對那事實上警衛需要知道這些嗎 他不太需要知道這些吧 他需要只是說你是一個自然人嗎 對那所以事實上他需要知道的 可能就是你的名字啊 大概這個程度就可以 以及他看到你的照片 來辨識一下說真的是這個人嗎 你沒有借別人的身份證 大概這樣就好了 那所有其他的部分 他應該都是要先證明他需要讀取你的戶籍地址 他才能讀取到你的戶籍地址 不應該在就是你沒有給他同意的情況下 就讀你爸爸的名字或媽媽的名字 或配偶的名字或者是戶籍地址 那不過當然就是說就是配偶的那部分 也因為我們了解到社會上還是有些需要了 所以配偶的那一欄後來是改成有跟物了 所以意思就是說上面還是有可辨識的資料 在那個光學讀取的部分 那是有或者沒有 但是還是一樣 因為那是別人的名字 是別人的個字 所以那個有不會突然展開成別人的名字 因為理論上是用來識別你自己的 而不是用來透露關於別人的資訊的 所以這部分我想我們的社會身份識別證 在就是可見資訊的部分 確實比以前要少了很多 那也很謝謝這位朋友把這個題目點出來 有30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除了女性現在社會上很多產業都有標籤的問題 因此阻礙了個人發展天賦教育 我們涉及出社會合作有些 就是所謂的Social SDGs Cooperation Game 讓創業以及社會創新隨手可得也更加有趣 請問政府對於108科綱自由學習歷程 結合科技評審用大數據區塊鏈 建立每人學生的個人能力量 表示不願意支持啊 那當然就是我要先講一下 就是說學習歷程這件事情 它本身是直信資料居多了 有一點點量化資料結構化的程度 就是蠻有限的 而且它並不是隨時隨地蒐集 而是說就是你就是按季或者是按月等等 當然你隨時可以上去 maintain 相關的檔案 那它是不是一台電腦放不下 應該不是了 在我的腦裡有一個很簡單判斷 就是說一台電腦放不下才可以叫大數據 那但是就是一台電腦如果放得下的話 那就是小數據而已 不過當然就是小數也可以句一句 就是說也是很有探勘的價值 這個也不是 這個聽起來好像不太換口 但anyway 總之意思就是 我們並不是什麼東西都要上區塊鏈 你如果願意運用分散式照文技術 去確保說 這個我們的就是主鏈 就是主要的學習歷程 它可以連到一些不會失效的一些網址 那這當然是蠻好的 因為它可以等於是不受這個上傳的 就是檔案附件大小限制嘛 你可以放在所謂的側鏈上面 但是這個也是分散式資料庫技術 至於是不是真的要用到完整的分散式帳本 共視覺技術 就是俗稱的區塊鏈 這個我到目前還看不太出來 除非我們要跟其他學校的教育部 彼此互相承認有多個寫入者 那個說不定可以用得到區塊鏈技術 但是在此之前我想一般的數據技術 一般的側鏈式資料庫最多到分散式儲存 可能就可以做得到了 所以就是名詞不要亂用 真的 好那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在教育部的角度來看 當然就是社會合作遊戲 遊戲化學習 這絕對是教育部非常鼓勵 而且也很推薦的 我們不管是校定的課程 校地必修選修加深加光等等 都會把以前就是本來是在社團 在地霸解課或社區大學 或所謂的就是個人興趣式的那種學習 就是像線上社群等等 現在都可以直接拿到教育現場 但是你要說服的可能就不是教育部了 因為教育部已經從剛性課 剛變柔性課 他授權每個學校自己的課發會裡面 常常也有家長或者學生的這種代表 去置頂那個學校他自己的特色課程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就是說 你要跟你比較近的 不管是心理的距離還是物理的距離比較近的 學校的課發會先合作 先推出你的這樣子一個教案 而且是你是train the trainer 讓老師能夠知道怎麼樣運用你自己的 這樣子開發出來的工具 去研發出他自己有特色 有亮點的這樣一種教材教法 那接下來在共同悲科社群裡面 他才能夠擔任你的倡議者的角色 而不是說你自己去跑每一家學校的課發會 所以就像剛剛講到的培養深入的關係 比你就是跟每一個人打招呼要重要很多 那你有一兩個老師被你這個說服說 社會合作有幸真的是能夠去呼應到 我們的設定步驟的各種素養的時候 那這樣子他就會變成你在體制裡面 最重要的是一個代言人跟倡議者 那這部分我想當然是全力支持的 那也同樣是Credo 三、四位朋友想問說 川東服務產業在連線跟社會文化當中被貼上次等的標記 想要請問政府對這樣的現象有沒有相應的政策 以及將東服產業結合科技運用在即時物流 或以後調查片排行銷 AI智能型科技程式運用服務安全即時 OMO連線等等並且結合教育 是否可以使台灣產業未來很難被科技上以後取代 下以後的一大優勢 以可成為未來台灣就業以及創業的一大發展路線 這裡面事實上是兩個問題也是兩個問號 所以先分別回答 一個是說 確實就是我們在台灣 確實以前因為製造業特別的強 所以確實是 好比像說像這個科學園區 本來是叫工業科學園區 或產業科學園區 那這個產業局到現在還叫工業局 就是說有一些概念 就是industry 其實在別的地方是產業的 但是我們到這邊就會變成工業 服務業忽然就消失了 對 那確實是有一些遺留下來的一些事情了 那不過這個當然 不管透過是新的法規命令 好比像說其實科學園區 現在就是科學園區了 也不一定要是工業了 新創也都可以進入了 那或者是說 我們去把產業創新聽起來 還是把服務有點 好像就變成次等 那沒有關係 社會創新 社會創新這邊 服務業就是在前面的 產業是要為社會服務 那等等 就是說我們同時並重產業創新 跟社會創新的時候 那服務業因為是比較接近的人 比較接近社會 它就可以變成社會創新行動方案裡面 最主要的業別形態 那這個時候也可能叫社會事業 也不一定要叫做企業嘛 那可能先把人結合起來 那不管是透過合作社啊 或地方社區發展協會啊 等等這種方式 後來我們也研發出 你可以透過一個協會去空股一家公司 這樣子一種反過來的做法 以前都只有大的製造業 然後去設立一些基金會 去進行一些服務工作嘛 那現在你如果是一個大的服務 為宗旨的一個社團 你也可以用法人身份去入股 一家公司用勞務處置 而且還可以有否決權等等 這是新型態 2018年公司他修法之後 研發出來一種新的社會部門 領導經濟部門這樣子一種方法 所以我想這些我們都有在做 那也是有相應的政策 如果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參考我們社會創新行動方案 那在後面的這一整套 當然是可以台灣就業創業的一大發展路線 我想這位朋友主要只是想要 聽我把這些字都唸一遍 那我也剛剛也唸一遍了 但是當然是全力支持 這個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好 那有39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剛剛提到資安隱私的問題 對於前陣子桃園捷運站的 蔡陶貴主題站 想要知道我的看法 會覺得地方政府的做法有問題嗎 會覺得當事者家長這樣子做 是否對大眾做的壞榜樣呢 這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就是說一個還沒有成年的人 是不是他的家長可以決定 關於他的隱私權的很多的事情 那這個是social norm 就是社會常規 這個是沒有對或錯 沒有標準答案的 但是每個社會都要透過討論 來達到關於這件事情的norm 好比像說舉例來講 像我們在剛剛講到18歲成年的 那一系列法案裡面 有一個是就是有點好像是 限縮人民權利的部分 是什麼呢 就是本來如果你是女生的話 16歲就可以結婚了 但是呢 現在在修法之後 你要18歲才能夠結婚 那看起來好像限縮你的權利 但事實上好像也不能說是限縮你的權利 應該是限縮你的家族的權利吧 因為要一個沒有成年的人 就去替結婚約 那為什麼以前會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就是因為其實以前覺得說 其實結婚只是結因的一個手段而已 結因就是家族跟家族之間建立關係 好像才是目的嘛 那所以為什麼可以一個才16歲 根本沒有成年的就是女生 就會變成好像因為結婚而達到成年呢 那就是因為說他其實只是家族的代表 他代表這個家族跟另外一個家族 就是替結姻親關係 那這個確實是老一輩很多人的想像 是這樣是沒有錯 也不是想像當時真的是合法的啊 你只要自己去公眾這樣辦一個婚禮 就算沒有去跟護政事務所登記 這個婚姻都還是生效的 那當時都是民法是民定的 這叫儀式婚嘛 那但是當然到2008年以後 我們就改成完全是登記婚 就是是登記的那一刻才生效 變成一個人跟另外一個人 中間這種比較像契約關係 這樣的一個看法 但他並不是說 我們就要所有以前儀式婚結婚的人 來重新訂一次婚姻緣 沒有這種事情 而說從那個時候開始結婚的人 才變成是說完全是 就是契約婚為這個基礎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每一代對於每一個社會過程的這個想像 真的都不一樣 而且他們都是靠自己的第一手經驗來建立的 誰也不能去否認誰的第一手經驗 所以我覺得台灣很難能可貴 就是說我們對於這種事情都有公開討論的這種能力 而且大家都很願意的去對公眾事務去提供個人的見解 就是什麼一家之婆 這個台語叫這個Gable 就是很願意去關心公眾事務 我覺得是很棒的 所以在這個 就是我剛剛提的那個例子 也是因為就是兩次公投一次大法官實現之後 大家就冒出了這樣子一個崭新的社會創新 叫做結婚不結姻嘛 那所以就是說如果兩個這個同志伴侶想要去結婚的話 那麼他們的家族不會因為他們結婚而結姻 也就是說當時那個超連結法案被譽為這個文族的極致 因為他的法案名稱非常的厲害 那個法案名稱非常長的那個式字的實行法 講的就是說我們只把民法裡面關於婚的部分結婚的部分超連結過去 但是結姻的部分完全不超連結過去 所以你就不需要發明什麼兒序啊女婿啊 什麼這一套新的親屬成位 而是說因為完全不構成一親關係嘛 所以我們就是在有一次婚的變成的結婚之後 又花了2008年到2018年大概10年的時間 讓整個社會開始習慣這一套新的社會常規 這是並不是否定掉本來的社會常規 所以我是覺得說本來就是要花10年20年的時間 才能夠去讓大家對於一個社會常規達到一個大家最不滿意 但是現在大概都可以勉強接受了啦 這種結婚不前因的這種見解 那所以如果你的倡議是說兒少對於自己的身體的影像的決定權等等的話 I'm with you 就是我真的是能夠站在你這邊發聲說話 但是也要了解到說我們的CRC公約啊 兒少參與所有關於自己的權利是置聽啊等等 這套才剛剛開始才剛剛國內反話 甚至就是第一次國際檢視報告的過程都還在進行當中 所以我們可能也是要像之前的就是性評會的設立一樣 經過12年的性別主流化 終於走到了今天這一天 那我們大概也是要差不多同樣長的時間 才能夠去推動就是這一位Slide的創意者想要創意的這個方向 但是我想就是任何就是年輕的人或者是兒少都是你的盟友啦 那每個人都有當過兒少的經驗嘛 大家都是資深兒少吧 那所以我想就是並不會說有社會跟你過不去的這個狀況 而是說你必須要啟發整個社會對你的這個想像力 大概是這樣 有五三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兩位主持人好辛苦了 請問有沒有想過性經濟不是討論女性領導的時代 而是平權領導的時代 我現在已經不是討論上引號女性要勇敢下引號的問題 而是性經濟女性已經足夠的勇敢 需要的是男女甚至多次元的靈魂如何相互的合作 很有意思的一個問題 這個要看不同的行業啦 不同的文化啦 就是在我們甚至連剛剛講到了20% faculty 還沒有辦法達到的那些領域裡面 那那些就是還在性別主流化早期的時候 那早期當然有早期的事情要談 那但是可能這位cona他所工作的地方 已經早就沒有這個問題 或甚至是反過來來討論說 那我們diversity and inclusion 就是怎麼樣確保說不是只是diverse 不是只是大家看起來多元 而是要include 就是大家一起來想一想說 還有哪些沒有被包括進來 以及還有哪些已經被我們邀到場的 但是他並沒有很好發揮 到底是為什麼大家要怎麼樣子互相合作 那這個在學體上面叫做intersectionality 就是多元交織性 每個人都用自己相對少數的那一部分的人生經驗出發 去統理在自己相對優勢相對多數 但是別人在那方面是相對少數的時候 你也可以在那個少數的方式來看這個見解 那其實剛剛講到就是性別平權的這整套路 其實就是很多富運的這個前輩 那讓我們的這一代的LGBTQA plus等等這些運動者 都能夠去學習他們以前性別主流化這個精神 包含性別影響蘋果等等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這個是一個過程 那在社會的某些地方 他還在比較前期的階段 在社會比較後期的階段地方 當然就如同這位朋友說的現今是要討論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我想我們還是要先identify那個場合 那這個看主席有沒有要補充的 沒有還好 OK好 那有48位朋友們問說 關於在大學時期開設資訊公司的看法 以及還有如何跟資策或或者政府合作 開發民生所需要用的資訊技術 的第一個部分我完全沒有經驗 因為大家知道我沒有念過大學 我不但沒有念過大學也沒有念過高中 那所以這個部分我完全不知道 但是我在國中期時期確實就開設資訊公司了 資訊人 那所以當時還是童工 15歲是童工 對真的 但童工是勞動法令 是說不能加班 不能爆肝 但是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在學生時代就創業 確實是真的有一個好處 就是在當時產業界的前輩都對我非常的好 大家會覺得說你在學習嘛 那學習這個年輕人學習 就是等於繳學費嘛 事實上當時很多的投資人都是說 那你拿去運用 那你只要願意分享說 這筆錢用出去之後 為什麼沒有達到這個效果 那像整個產業界都覺得說 沒有關係嘛 反正你還年輕 我們是在幫你繳學費 這樣子一個概念 但是我相信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學生身份的話 那社會對你的要求就會比較高了 對就會變成是說 你創業的成功或者失敗 你要擔負著你的員工的升級啊 等等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但如果你還是學生的話 那基本上有很多東西 都是整個教育系統幫你吸收掉的 事實上現在在大學裡面 就已經有創業的這種活動嘛 和比方說青年數的U-Start 那U-Start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因為有很多U-Start的前輩們 就是學長姐們 他其實也蠻成功 像AQ-Pass活動通啊等等 現在也是大家日常在用的一些服務嘛 那這些呢 就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學生時期創的業 事實上他的存活率啊 比一般中小企業要來的高 那就是因為一開始大家比較願意支持 比較不會覺得你進入這個市場 是要來跟我競爭 都是說你進入這個市場 是來大家彼此互相學習 那台灣中小企業 本來就有這種互相學習的 這個一家人的這樣子一種習慣 那所以你越早開始創業 你就越能夠Enjoy 這一段這個學生時期的紅利啊 那你越往開始創業的話 那你一開始創業 大家對你的要求就比較高 所以我是覺得真的就是無論如何先創業再說 到大學都比較晚了啦 真的是早一點啦 國中的時候就開始會比較好 對對對對對 國中開始比較好 國小可能就會這個違反勞動法令了 但是對國中這個15歲 國中二年級嘛 所以就是從中二開始創業啊 對中二精神 那我另外一部分的問題就是要怎麼樣跟資策會跟政府合作 資策會現在它的定位啊已經跟以前有點不一樣 它現在是就是去幫所有在台灣各行各業的中小企業去進行產業轉型數位轉型的一個話語者 也就是說在以前呢 它比較像是一個執行單位啦 就是變成說政府如果想到一些事情要做 有時候還是資策會幫忙想到要做的 然後呢沒有人執行那就變成資策會執行 變成一個好像D4不管什麼 案子都必須要接下來的這種D4承包商的這種概念啊 那但是在2016年之後其實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就是像我的辦公室這個人家座聖誕9號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本來也是沒有人承接嘛 那就是直接想啊那是社會教研所一定可以啊之類 但是後來呢他們就全面退出就是也不會再去參與這方面的標案等等 那所以現在就是數位文化協會 所以大家可能有聽過的NPOST啊 犯科學啊等等的這群人在進行盈域 也就是說資策會從這一些operation的角色慢慢的沒有慢慢 其實已經完全退出了 對那現在呢其實你要跟資策會合作 你要講的就是你的theory of change 你的這樣子一個資訊技術怎麼樣的去幫助 還不知道數位轉型到底要轉到哪裡去的 而且同時有些還有二代接班問題的 這一些中小企業的決策者們 能夠讓他們可以看到說原來不是只是電子化流程 其實如果只是automation 只是OA 他們腦裡都很有一套 他們比較不知道的是說怎麼做optimization 就像剛剛講的就是就是不是吃苦當吃補啊 而是吃資料當吃補啊 他們以前想的都說去hire一些RD要寫程式啊 那就是先去訪談要寫程式啊 但是呢寫程式產出資料 這個是以前的做法啊 現在都是先搜集資料資料自動產出程式嘛 就是deep learning的做法啊 但是很多這個在OA時代接觸到資訊的決策者們 其實很不習慣這種先有資料再寫程式的這樣的一種做法 那所以如果你是用這樣子的方式去跟他們溝通 然後接下來還可以導入一些就是本來是製造業慢慢服務化嘛 不是賣你冷氣是賣你讓東西變老 我回來標的標案呢 對不起之後已經沒有這個功能啊 他們過去有這個功能的 那現在我們也感謝他們扮演過這個功能 但是現在沒有這個功能了 有58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委員您好想請問關於科技發展的趨勢 穿戴式裝置或電影傳言的腦機結合有沒有可能成為主流 由於近期Elon Musk公司Neuralink發表的這個腦機界面 科技的進步有沒有可能從攜帶式的行動裝置變成語言 無論是外在或在人體內部結合的裝置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Neuralink當然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發展方向 不過他目前的這個頻寬以我的理解 還沒有到達完整的一個coprocessor的這個情況 那什麼是coprocessor呢 這個如果有看過電影matrix 就是hacker任務的話 可能知道說Neal在脖子後面有裝一個光線 還是什麼東西的接入口 那他只要接入這個之後呢 他就可以那個就是眼耳鼻舌聲 所有這個訊號都讓他進入了一個matrix 就是一個就是完全分不清楚是真的還是假的 的那樣子一個世界裡 也就是說如果一個機器 他要能夠跟我們的腦變成一個腦的coprocessor 而且還有一定程度上跟我們是symbiotic 就是共生而不是parasitic 寄生 又運用我們的計算資源 只是讓我們上癮等等的這樣一種關係的話 他至少就要處理到Neal的脖子後面 處理了那個量 他才真的能夠叫做一個coprocessor 那所以Neuralink 你離那個還有一大段距離 那那個頻寬到底是多少呢 有人算過大概是10個Gbps左右 那所以如果你有那樣子的頻寬 然後也能夠去跟腦神經接入到這樣的頻寬的話 確實就會出現說 那你的意識跟那個機器的意識 變成何為一個意識的這樣一個情況 但是目前到底要怎麼樣達到這個技術 還沒有一個很明確的roll map 所以Neuralink也可以說是往這個方向 踏出了一步去inspire大家來做這件事情 那就好像是說我們現在想溫室氣體減量等等 也有一些新創公司 他說我只要把這個什麼核廢料放在用納米技術改做過的鑽石 讓它不會污染而必須一直發電 那就可以變成一個核廢料的發電技術 那這個技術一下子就解決所有的能源問題 他提出這樣的一個prototype 只是說它的可行性研究是說 他提出這個想法沒有違反物理定律 大概就是到這個程度而已 那至於說什麼時候量產 什麼時候變成我們人類社會的一部分 這個真的是非常難講的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就是一下子期待不要太高 但是長期的期待也不要太低 因為指數形成長就是這樣 就是你一開始要等很久 但是到最後它會發展得非常快 所以我想最主要還是說 如果你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去提出貢獻 提出貢獻才能夠盡快的讓這樣子的願景可以實施 那目前的這些Neuralink也好 我覺得都是讓大家有這個了解這個科學普及的這個效果 我覺得這也是蠻好的 所以這也讓我比較能回答到下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是怎麼樣用腦波來控制人類 那就是第一個是說我只能控制一個人類的腦波 那就是我自己 我可以去透過深呼吸 冥想這個充足的睡眠等等的這種方式去確保說自己的腦波經常是處於alpha波 就是比較有創意的比較寧靜的比較是不會好像是著眼於一時的勝敗 或者是不會take it personally 可以比較容易的去面對她 接收她 處理她 接收她之後就癱瘓沒有辦法處理她 處理她的時候一直處理 然後不知道要放手 有的時候其實很多事情別人做比你做要來的容易也來的簡單 那所以這個時候不能放下台 這個也是一關功課 所以這三個功課就是處理自己腦波 控制自己腦波的技術 這個非常重要 那這個不管是你用這個佛家的方法 還是什麼別的方法修行 這個都很重要 那當你能夠控制自己腦波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確實就是旁邊的人或者麥克風好像不知不覺會被感染 這個也是有的 但是這個就不是我有意的去控制 而是說大家是透過這個sympathy and empathy 同情跟同理性 然後大家一起進入這樣一個共同創造的空間 也不是我自己去控制 如果我還有那種我自己要控制的這個情況 一開始那個面對她那一關就過不去 所以大概就是要先放下了才能夠把自己的腦波調伏 到這個增幅的這樣子一個狀態 好的 哇 好精采的五十分鐘喔 大家是不是都跟我一樣有這樣的感覺 是不是大家都跟我一樣都還停留在那個一萬兩千個豆點錢還在消化 相信今天大家都跟我們在場的所有人都是收穫滿滿 在最後呢 我們邱主席特別準備了一個伴手禮呢 要送給我們的政委這個東西 是一位我們楊英峰藝術家所創作的鳳翔 我們請兩位起身 我們拍張照片 我們也請拍張照片 我們也一起拍張照片 看看我們這還可以拍張照片